波蘭戰爭無論最終的結果是怎樣,它已經肯定成為一場成仙啟後改變地緣政治的世界巨變 無論是什麼立場的評論,大概都不會否定戰後的世界從此會再不一樣 這場也可能是越戰,甚至是二戰以來改變人類命運的其中一場重要戰爭 但是之後究竟新世界會怎樣不一樣呢? 這個除了是國際關係的範疇,亦都牽涉到不少科技、經濟等等的前瞻 可以說是屬於未來學的一部分 著名的顧問公司,一家管理研究員,McKinsey 他們的團隊最近發表了一份研究報告 提出了12點後烏克蘭戰爭世界的預測 這12點是很適合我們去簡單導讀 亦都很適合逐一去分析究竟他們所預測的有多精準呢? 當然我們要先戴頭盔,預測是一門懸學的學問 我們能夠做的只不過是將一些現有的數字放在一個框架裡面 重點是框架是怎樣?至於純粹是水晶球的預測 大家就問回原學家了 那麼McKinsey第一點就是這樣說 大量的烏克蘭人民流離失所 然後難民會為歐洲各國 甚至是世界各國帶來壓力 我們看看數字 現在已經有大約600萬的難民逃離烏克蘭 另外在烏克蘭的國內 也起碼有700多萬人離開了自己的家園 去到國內其他地方去找他的容身之所 對一個4000多萬人口的國家來說 這個數字是非常驚人的 即是說打了兩個月仗 已經將三成的烏克蘭人趕離開家園 單就這個逃難或者流散的人數來說 這一場的危機應該是60年代以來 第二大的全人類、全世界的危機 當這麼多的烏克蘭難民湧到歐洲 一定就會為歐洲各國帶來很沉重的壓力 之前的敘利亞難民危機 已經令到歐洲的政局有這麼大的改變 人數更多的烏克蘭難民 又會帶來什麼影響呢? 目前接收最多烏克蘭難民的歐洲國家 是他的鄰國 也是最有歷史淵源的波蘭 他們暫時收容了超過300萬的烏克蘭難民 佔他們整個國家人口的8% 當然他們是要其他歐盟的國家 或者其他西方國家支持 才可以完全消化這一班的難民 而我們更加需要關注的是歐洲國家的內徵 也可能因為這樣而改變 這不是一定可能會出現類似 敘利亞難民湧現之後的一些 又逆興起、排外情緒 這樣 但相信會看到一種 外交上是會強硬反俄 但經濟上是會重視扶貧 這種很難用左右簡單定論的混合政治意識形態 而這種我們不知道怎樣去用簡單左右定義的政治意識形態 其實就好像30年代的歐洲 那30年代的歐洲之後發生了什麼事呢? 大家都心裡有數 OK 那麥kinsey第二點的預測 他就是說 弱勢團體打完仗之後 是會術上加商 而他所指的弱勢團體 不只是指某個國家 而是作為全世界的一個階層 由於戰爭爆發 加上各式各樣的制裁等等的措施 那客觀效果就是能源價格上漲 食品等等的人類必需品的價格也是飆升 那當然影響並不是單止在俄羅斯 也包括了世界各地本身的弱勢人士 那kinsey是這樣的預測 如果戰爭再不平息的話 就是全球食品的價格就會繼續升上去 那這個感動幅度的物價上漲 那固然是會有各國的經濟危機 但是即時的影響就會說 將幾百萬或者更多低收入國家生活中的人 會將他們推向更加貧窮的邊緣 甚至是飢餓 甚至是更加大規模的災難 那就算是對一些相對發達的國家來說 這一種的物價上漲也會製造社會問題 那政府會受到壓力 無論是民主還是獨裁國家 這些壓力都存在 那也都很難不加強福利的政策 而加強福利政策之後 也都很難不會令到大企業對戰爭感到越來越不安 那他們也都要轉型 有些就會改為生產和戰爭有關的必需品 好像二戰前的美國那樣 那一轉型之後 又可能會轉頭來間接令到戰爭 因為有了這樣的誘因再延續下去 那至於轉型不成功的大企業 可能就會面對需要裁員等等的經濟危機 無論是哪種社會都會動盪的 第三點就是跟能源政策的轉彎有關 在過去幾十年 大家現在都很清楚 新聞都會經常報 歐盟國家 特別是德國這一類表面上很有錢 很發達很強盛的國家 其實是非常嚴重地依賴俄羅斯的能源入口 當然這個是跟他內政都有關係 譬如說環保政黨的興起 令到他們不敢自己用這麼多國內的能源 那俄羅斯的能源入口 好像天然氣、煤炭、原油、燃料油等等 是令到不少歐洲國家構成了結構性的依賴 譬如說德國有65%的天然氣由俄羅斯入口 意大利也大概有四成多 那為了減少對俄羅斯的能源依賴 現在歐洲一方面嘗試這麼低對能源的需求 但其實是很難的 另一方面是積極在找替代品 例如說卡塔爾生產的液化天然氣LNG 但是就算計劃順利 根據Kinsey的預測 歐洲每年現在這一刻 起碼還要由俄羅斯入口 300至400億立方米的天然氣 那就是說在可見將來 都不可能通過制裁 對俄羅斯經濟作出任何致命的影響 但是整個能源的結構性重組 這一波的能源危機當中 又可能會出現一些 憑植新興能源 進佔地緣政治關鍵地位的新興強國 去取代一些傳統的能源大國 如果這些新興能源真的可以取代傳統能源的話 那麼靠傳統能源開放的國家 又可能會得到一個徹底政治變革的機會 那麼這些國家不只是俄羅斯 還會包括類似伊朗、委內瑞拉等等 但是有沒有這麼理想呢 我們不知道 但是改變 大家都知道能源界是期許了很久很久了 第四點就是對糧食問題的危機了 烏克蘭戰爭畢竟是已經對全球糧食的生產體系 帶來極大的衝擊 因為俄羅斯、烏克蘭這兩個國家 一直都是糧食的生產大國 亦都是生產了世界出口量大概三分之一的 ammonium和potassium 即兩種都是肥料的基本成份 而他們也是世界的糧倉 佔了大概三成的小麥和大麥出口 六成的葵花子油 還有一成左右的粟米 這些農產品出口下降 烏克蘭自然很難再出口 現在俄羅斯也要自身難保 即是說價格又會上升 例如說小麥的期貨 在二月到四月之間就升了四成 而小麥是很多國家 特別是亞洲、非洲國家的主要飲食 聯合國估計 烏克蘭接下來收成會再減少三至四成 即是說肥料又會進一步短缺 即是說全球的糧食生產 會進一步受損 這些危機的重災區 難免會回到非洲 現在非洲之國 即是索馬利亞、阿塞俄比亞等等 已經在爆發飢荒 而飢荒 往往和內戰同步出現 大家都知道 阿塞俄比亞和阿納特尼亞打仗幾年 亦同期發生內戰 如果在這樣的格局之下 戰爭、加飢荒、世界風火連天 還有多少人命將會損失呢? 第五點 對關鍵材料、設備、商品等等的爭奪 亦是白熱化 畢竟在烏克蘭戰爭開始之前 全世界對各種工業材料的需求 已經持續增加 很多材料價格甚至處於十年的高位 戰爭開始之後 又加快了俄羅斯可能出口的幾十種商品 即煤炭、鋼鐵等等 他們的價格上漲的速度 而這些原材料 對很多工業、很多行業都非常重要 特別是對汽車製造商來說 因為雷、銅、鋼、這些關鍵材料越來越貴 汽車製造商就估算到現貨的價格又會上升 如果這些現貨價格是貴了的話 即是說製造商可以承受的風險又會變小了 負擔又會轉移到消費者身上 同樣的原理也會出現在其他商品當中 令到一般人的生活水平就會開始結構性下降 當然有危有機的 亦會有一些替代生產、應運餘生 但那些是什麼呢?我們未知道 所以整個經濟就會面對轉型 第六點 供應鏈管理可能在戰爭之後 亦會出現變革 改善供應鏈管理本來就是很多廠商的業本課題 而在過去幾年 由貿易磨擦、疫情 或者像蘇伊士運河癱瘓等危機 開始出現之後 都已經不斷影響供應鏈的運作 烏克蘭戰爭之後 國家可能會更加努力 利於籌謀 增加關鍵材料的庫存 又或者用雙重供應貨源的方法去採購原材料 這些供應鏈改革 根據這份預測 會令各國放更多資源 發展所謂的內循環 盡量達到自給自足 變相令到全球化趨勢出現逆轉 即是說 去脫勾、去全球化等等 又可能全身受惠 即是說 贏家和輸家又會再洗牌 第七點 戰爭也可能會令到全球的技術標準 即是所謂的Tech standards 會帶來分家 現在大多數國家之間 依然是分享著全球化時代 某些的資訊交流 或者是一些共同的傳播系統 即是說他們的標準是一致的 但是近年其實已經越來越多國家 對特別是互聯網、自由流通 實施了一些限制 而有關硬件的標準 國際網絡協定等等的標準 也是越來越多爭拗 不少國家開始建立 符合自己國情的新技術標準 中國自然是這樣的例子 在俄國戰爭之後 西方社會對金融和某些技術的限制 會開始實施 相信 加上不少西方公司 是集體離開 或者是離開了俄羅斯 即是說俄羅斯 基本上是被排除在全球高科技價值鏈的網絡之外 現在數據顯示了八成的科技公司 西方科技公司 已經是離開了俄國 又或者是縮減規模 這個趨勢發展下去 不能夠排除俄羅斯 會聯同中國 伊朗、敘利亞、北韓 甚至是這些所謂的友好國家 自行組建另一套技術標準 也會令到我們在世界日常生活上 多於一種標準 並存這種意願對立的冷戰局面 而冷戰的定義不只是說 美國蘇聯互相不妥 兩套標準就是世界割裂的客觀存在基礎 那是否會歷史重現呢 接著我們看看第八點 Kinsey的分析員說 現在是預測不到整場戰爭對全球金融系統的衝擊究竟有多大 但是知道總之就很大了 說好像廢話一樣 但是我們可以仔細看看 表面上戰爭對金融體系的直接衝擊 是強調是數字上的直接衝擊似乎是有限的 因為市場已經成功抵受了開戰以來第一波的影響了 那麼這一波的影響呢 首當其衝就是一些歐洲的銀行 他們在俄羅斯大概是有750億美元的資產 現在不知道損失有多少 但是他們基本上已經消化了 但是其實更大的衝擊是來自後頭的 戰爭同時是會為國際金融市場帶來廣泛的連鎖效應 例如說通貨膨脹引起的經濟衰退 接著連帶中國房地產爆末又爆破 支付系統好像會阻塞 這些就是金融系統的風險 相信都會慢慢出現 這些才是結構性的影響 如果應對不慎 一百年前的大蕭條就是這樣發生 接著就會普遍造成恐慌 下一步是怎樣 又是深知透明 接著第九點 在這樣的亂世之下 各國的國防開支就會有上升的趨勢 自從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大概有15個北約國家和瑞典都宣佈增加國防開支 而其中丹麥、德國、意大利、西班牙、瑞典這五國 開支會將會突破2014年北約峰會制定的至少2%GDP的目標 其中特別是德國一直以來都不想增加軍費的 現在終於叫做開竅 對歐洲軍備自主更加有指標性 於是McKinsey的分析指 很多國家將會增加軍費用在設備更新上 即是說很多原來的武器計劃本來已經被割置 也會重生 再加上芬蘭瑞典可能加入北約 日本南韓等國家又開始增加軍費的討論 以及和北約直接的合作 即是說大規模的全球軍備競賽恐怕就會死灰復燃 而且這次的競賽不只是大國之間的競賽 烏克蘭反映了任何中型國家 如果要自衛的話都是要大量投放資源 訓練在軍事競賽中 所以這次涉及的國家是更加分散的 即是說區域的衝突也可能因而增加 第10點網絡會成為各式各樣衝突的舞台 而這次的戰爭網絡也是主戰場之一 可以預料的是未來會有更加多更加精準的網絡攻擊 我們看看CSIS即是戰略氣國際研究中心這個智庫的研究 現在全世界每個月都已經有大概十次跨國有規模的網絡攻擊 這些不是普通的hackers 而是國家層面的攻擊 而在烏克蘭被入侵的當天 其實美國通訊公司的互聯網服務在歐洲中斷了幾個小時的 其實這些就正正是網戰的表現 當然俄烏兩國也繼續在打網戰 面對網絡時代的威脅 各國政府、其餘民眾自然會越來越警惕這種網絡攻擊 再加上對假信息的傳播 也令世界的真相越來越模糊 即是怎樣呢?網戰日常生活化 政府就會投放更多資源在網戰有關的領域 即是說這是新興的產業 亦都會影響到各國就業市場和規範的建構 即是說更多錢就會放在網上 第十一點 在冷戰或者新冷戰的時代 所有企業發現沒有兩家茶禮 都是要靠邊閘 而這個是會根本影響很多企業的經濟佈局 在俄羅斯入侵福克蘭之前 財富雜誌的世界五百大企業名單當中 有超過一半在俄羅斯有業務 但是開戰之後其中七成已經離開了 或者縮減規模 而總部位於歐洲、英國、美國等等的財富五百公司當中 完全退出俄羅斯或者縮減規模的比例 是有八成半的 總部不在剛才說的歐美國家 這正正是去全球化時代另一個關鍵的標誌 反映了全球市場更大規模的脫歐並非不可能 更大規模的脫歐自然就不是單止俄羅斯的經濟 而是在暗示如果中國面對這樣的危機 就會有這樣的效果 以前大家會假定全球化不可逆轉 中國市場和國際市場已經是密不可分 但是現在我們發覺 一來中國和國際的聯繫 不是真的那麼密不可分 因為大家都仍然在用很多不同的規則 第二俄羅斯的經驗證明了 沒有了梁加查理 那麼這些大企業如果真的要選擇 他們會怎樣選擇呢 自然就是及早防微導戰 自我分裂 成不成功不知道 但是需要選邊站 絕對是會成為了全世界大型跨國企業 一個全身避險思維需要考慮的事實 那麼最後一點 在經濟的層面 會有更加多更加多更加多的不可測性 這個就是好像有點吊詭 預測不可測性好像有點矛盾 但是這個正正是我們大概的肯定會發生的事情 戰爭是加劇了經濟的波動 雖然波幅呢 是不像說疫情開始時那麼誇張 但是隨著戰爭越來越延長 更加多不可測的事情是會發生的 McKinsey的調查告訴我們 市場對戰爭對疫情爆發的反應是不同的 對戰爭往往是打得越久影響越大 而疫情呢 往往是拖得越久就越容易消化 那就是說各國的企業是需要恩時制義 隨時變通 在地緣政治風險持續上升之下 是需要更加多的變革 那相信可見將來 企業是會分散投資 無論是地域方面 範疇方面 生產模式方面 都是會所謂的diversify 是會令到現在相對單一的模式 是會有徹底的改變的 那麼有些企業就會回到本國的市場 有些就會徹底去到新興的市場 但是怎樣也好 現在的狀態相信就不能夠持久了 在過去的十年 中國經濟急速起飛 很多企業有一個很簡單的方式 解決他們經濟增長出現平頸的問題 就是打入中國市場 但現在一來中國面對很多自己的問題 二來全世界脫歐的趨勢開始出現 三來我們看到 其實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 裡面有很多數字的泡沫 匯計的泡沫 核數的泡沫 現在大家開始會看到這些泡沫是怎樣形成的 所以說大企業 不能夠再靠一個中國市場 解決他們本身的問題 已經成為了金科玉栗 那無論是對企業來說 還是對中國來說 就是說轉型也是無可避免 那究竟會硬著綠還是軟著綠 我們未知 但是需要著綠 就是一個肯定的事實 那剛才我們說過的一些 當然是一家之然 都是McKinsey的分析 但是他的分析 再加上我們參照其他的數字 大概會看到未來確實充滿不可測性 那麼我們面對這樣的大時代 無論是否在香港本位 還是否還是住在香港也好 肯定的一點就是說 我們是需要變 我們需要變 因為我們知道世界是在變的 變得更好還是變得更差 我們不知道 這些正正是和一百年前 差不多的大時代